毒瘾发作时的表现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庄荣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 毒瘾发作呢 实际上就是指吸毒的人 对毒品产生依赖之后 由于突然停止毒品 或者是减少毒品的使用量之后 出现了一种 令人痛苦的戒断的反应 不同的毒品种类 可能引起的这种戒断反应 表现会不一样 一般常见的可能是 毒瘾发作的初期 可能表现为打哈欠 然后频繁地流眼泪 流鼻涕 浑身起鸡皮疙瘩 然后出汗 心跳加速血压的一个增高 然后慢慢出现这种 全身肌肉的疼痛 骨骼的疼痛 然后甚至四肢的这种抽搐 大汗淋漓 全身乏力 有些还会出现明显的这种 恶心呕吐呀 甚至是失眠 然后情绪很不稳定 看什么都不顺眼 容易激惹 然后再就是会出现一种 强烈的对毒品的一种渴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